最近我一直在细说招魂系列的电影剧情 目前该系列的剧情部分基本已经说完 今天我主要跟大伙们聊聊 招魂系列电影中设置的那些彩蛋 以及整个招魂电影宇宙的故事时间线 可能有些小伙伴以前也看过 关于招魂宇宙时间线的解析 但到目前为止 网上大多数的这类内容都不准确 甚至有明显的错误 而今天我就给各位细致分析一下 招魂宇宙的时间线到底是怎么安排的 熟悉招魂电影宇宙的小伙伴 可能发现了关于时间线上的一个漏洞 即使你没发现 看过的相关文章或是视频中 肯定也有提到过的 那就是电影招魂宇的开头 明确地标出 爱德和罗林介入安娜贝尔事件的时间是1968年 而电影安娜贝尔3的主剧情 又是发生在安娜贝尔事件的一年后 也就是1969年 但在电影安娜贝尔3中 我们清楚地可以看到 爱德的储藏室里 已经摆放着那个招魂宇里的音乐盒了 而在电影招魂宇当中 爱德录音的时候明确地说过 当时的时间是1971年11月1日 我是爱德和罗林 今天是1971年11月1号 也就是说安娜贝尔3 应该是发生在1971年11月以后 那如果以这个时间再向前推一年的话 安娜贝尔事件 理应发生的时间应该就是1970年 可前面也提到了 招魂1的一开始就说了 安娜贝尔事件发生在1968年 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难以调和的时间线bug 当然我也看过不少网友的嘲讽 嘲讽他们自己把时间线玩崩了 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一个月前 我解说安娜贝尔1的时候 就发现了问题的所在 首先安娜贝尔1的主剧情 是发生在安娜贝尔事件的一年前 也就是1967年 但在安娜贝尔1当中 女主的邻居西金斯夫妇被杀之后 第二天报纸上印的时间 却是1970年10月3日 哪怕就只是一闪而过 这里也不应该是弄错这么简单 那如果我们假设 电影安娜贝尔1的主剧情 就是发生在1970年10月左右的话 6个月后 失踪的安娜贝尔玩偶被那两个护士的母亲埋葬 当时的时间也就是1971年的4月左右 而安娜贝尔1的剧情 又是发生在安娜贝尔事件的一年前 也就是说安娜贝尔事件 或者说那两个护士找到爱德和罗琳的时间 应该是在1971年的10月前后 而招魂1的主剧情 又是发生在1971年的11月 并且安娜贝尔3的主剧情 又是发生在安娜贝尔事件的一年后 也就是在1972年 这样一来 安娜贝尔3中 爱德的储藏室里 摆放着招魂1里的音乐盒 就变得非常合理的 因此 我的分析是 安娜贝尔1的主剧情 就是发生在1970年的10月 相比于影片中的报纸画面 招魂1开头的字幕 说服力就变得没那么硬气了 毕竟在影视作品中 字幕都是后期加上去的 而电影中的画面 则是最原始的构思 所以关于招魂电影宇宙的完整时间线 则是 公元5世纪到15世纪的黑暗时期 圣卡塔公爵在自己的城堡里研究巫术 意图招呼恶魔制人间 但被叫停阻止 并将他的城堡改成了圣卡尔塔修道院 1673年 尤勒纳发现丈夫出轨后 杀死自己的两个孩子并自杀 此后被诅咒成为恶灵 1692年 塞伦猎狐狐行动中 玛丽以女巫的身份被处以绞刑 1863年 玛丽女巫转世为8478 在献祭完自己的孩子后 自杀并诅咒所有想得到她房子的人 19世纪30年代 沃克和他的儿子罗莉搬到了8478的房子里 不久便都死于非命 1946年 莫林斯夫妇的女儿安娜贝尔车祸身亡 1952年 鬼秀女瓦拉克重现人间 也就是圣卡尔塔修道院事件 1958年 珍妮斯释放了被封印的安娜贝尔玩偶 后被西金斯夫妇收养 1960年 沃伦夫妇名声大振 1968年 珍妮斯离家出走加入邪教 1970年 爱德和罗林为法国仔莫里斯驱魔 1970年10月 珍妮斯返回家中 杀害了自己的养父母 西金斯夫妇 在伊弗林献出自己的灵魂后 安娜贝尔玩偶失踪 1971年4月 那两个护士的妈妈在礼品店 将安娜贝尔玩偶买走 1971年10月 那两名护士向爱德和罗林求助 即安娜贝尔事件 随后 爱德和罗林便将安娜贝尔 放到自家的储藏室中 1971年11月 爱德和罗林介入 罗德岛哈瑞斯维尔事件 也就是招婚1的剧情 1972年 安娜贝尔3的发生时间 1973年 拉斐尔帮助安娜 消灭尤罗那 1976年 爱德和罗林介入 阿弥特维利乌事件 1977年 爱德和罗林介入 英国恩贝尔德鬼宅事件 也就是招婚2的剧情 以上便是目前 招婚电影宇宙的 大致时间设定 除了时间设定之外 影片中还穿插了一些 有意思的小彩蛋 例如电影招婚1中 现实版罗林的客串 安娜贝尔2的结尾 西金斯夫妇 送给珍妮斯的这个玩偶 以及安娜贝尔3中 电视中的这个玩偶 这就是现实中 诡异玩偶 安娜贝尔的真实样子 是不是看上去挺萌的 这里的重点是 世上居然真的 有这么诡异的东西 说句题外话 我对这种木偶 产生的心理阴影 还要追溯到2007年的死记 这种阴影 真的是挥之不去啊 好了 本期内容大致就是这些 对招婚系列 有不同见解的小伙伴 可以给我留言或者私信 感谢大伙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